戏巴赵文卓 甄子丹 世纪骂战 到底谁对谁错呢 娱乐圈恩怨情仇录第七期 赵文卓 甄子丹 先旷世骂战 牵动棒个娱乐圈战队 上次啊我们戏巴过2012年 杜淳应小天的插刀叫事件 然而这一年 娱乐圈还真不止这一场大戏 另一台戏则是由两位功夫剧情唱起来的 所以呢 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 赵文卓 甄子丹 公开护私 甚至引起内与港渔明星团战的 赵真 罗生门事件 谁是戏罢 这个事情还要从一则媒体报道说起 2012年2月27日 某港媒发表了一篇名叫 不满改剧本换导演 赵文卓扒演甄子丹新戏 里面指出赵文卓在拍摄期间 改剧本 耍大牌 扒演 不接通告 等一系列恶劣行径 如今呢 这篇报道已经找不到了 但在当时可谓是一时积起千层浪 将戏罢赵文卓直接送上了风口浪尖 这里啊 补充下背景 文章提到的电影叫《特殊身份》 当时最大的噱头就是 甄子丹 赵文卓两大功夫巨星对打 甄子丹是这个电影的兼制家主演 赵文卓则是里面的反派大boss 在1月份的时候 两人还一团和气地现身了电影发布会 没想到 就在这篇报道发表两天后 片方也下场发了声明 称剧组音与赵文卓理念不合 双方决定终止彼此合作 而赵文卓则大喊冤枉 在3月1日也发布了声明 赤港媒造谣 没有七个助手 没有不接开工通告 并且表示 剧组是单方面做出了不合作决定 没有双方 同时还晒出了剧组以费用超支为理由 撵走赵文卓的邮件 话说呀 当时赵文卓被词演的传闻还蛮多的 其中还有传是剧组为了彭景田造成的 但不管怎样 赵文卓在发声明的第三天 就又开了媒体澄清会 开炮剧组 与剧组矛盾进一步升级 第一 终止合作关系 是甲方设置组违反合约约定 擅自变更合约内容造成的 是他们单方做出的决定 而非本人过错 照成的 在设置过程中 甲方设置组不断自行修改双方确认过的合约剧本 事后也没有征得本人同意 属于单方变更协议内容的违约 第二 目前本人回京是因为甲方辞毁了合约 不再继续合作 已经没有了继续留在拍摄地的必要性 剧组方也紧跟着回喷 对赵发起了大量控诉 表示超支确实是超支了 称赵文卓提出 酒店住房必须由三千五一天的行政套房 升级为四万五的主席套房 还要求剧组支付他妻子孩子保姆老师等等人的开销 所以每日光赵文卓的住宿费就要五万多 然后提到了 为征得赵文卓统一改合约剧本的是 称甄子丹一直主动找赵文卓沟通 而赵文卓不搭理不沟通 这才把赵文卓给踢了 最后还强调了一遍 甄子丹逼走赵文卓 实属无稽之谈 正是甄子丹立剑赵 我们才肯花重金请你 要说呀 这剧组也是真猛 前期文字回应 后面还开了媒体诚信会 聊了三十多分钟 办事这个事 一路狂撕赵文卓 剧组与演员互相挠脸 还是往破相的程度在撕呀 不过呢 从这可以看到 赵真两人还没有证明对上 焦点还在赵文卓与剧组身上 彼时呀 赵文卓耍大牌 被欺用的新闻蛮天飞 赵文卓拿出了一缸到底的气势 连日跑多加地视台媒体 为自己澄清 关于住宿问题 赵文卓解释 是自己拿片酬兑换的 我说这个也不用给我加片酬 你把这个片酬 你给我放在我的住宿条件里就好了 至于说住宿条件 多少多少钱多少万 其实这个剧组呢 跟酒店怎么谈呢 我不知道 我演员我只是知道是 我的合约里写明的 我的住宿条件 而且这个是跟片酬是绑在一块的 那也就是说 我喜欢选择 我住的好一点 天酬呢 我少拿一点 这里呢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 赵真最开始合作的电影 其实叫终极解码 剧传后面由于导演与投资商不合 导致电影流产 随后呢又另起炉灶 赵真组合没变 兼致由成龙变为真子丹 俩人重新合作电影 特殊身份 才有赵文卓口中 片酬变动这么一说 关于戏霸 赵文卓隔了小半月 突然剑指真子丹 称真子丹才是真正的戏霸 改剧本 耍大牌 停工十几天 造成千万损失 都是另有七人 明明原本是双把戏份 真子丹把自己的戏份 改成了配角 甚至改动了主线 耍大牌这个东西 我想说不是我耍大牌 是另有七人在耍大牌 是真子丹改了剧本 不止耍大牌 不经过别人的同意改剧本 而且把这个 停工十几天 这个罪过 转到我的头上 最后把我踢出去 然后还冤枉我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公平 改的结果我 我急着不能接受 以前我是在主线上 后来变成 副线 真子丹这段时间呢 也是深陷舆悬涡 发文已经有了 浓浓的火药味 小人坐港 暗藏杀鸡 多行独义 逼自立等等 而随着赵文卓的一句 真相终于大白天下 赵文卓之战正式打响 两方呢 开始正面交锋 赵文卓 接连详细解释 真子丹改剧本始末 剧本改动 改动特别厉害 直接是 让我回酒店了 那等了七八个小时之后呢 说剧本改动完了 叫我过来 那么这是谁要求改剧本呢 就是真子丹先生 不开工是因为真子丹 连着等了一个礼拜 还没排到我 这时候 我精灵就打电话过去问 得到回答说 这段时间 整个剧组都没开工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呀 然后得到答复就是 真子丹要改剧本 真子丹不同意 不能发声明 剧组不同意 发这个声明 这边就问嘛 为什么 然后 也叫张望 他是制作人 他就很歉意地说 对不起 是真子丹不同意 为什么要把 改剧本 需通过本人同意 写进合约等几点 就听说过 真子丹先生 他经常有这种问题发生 所以我就把剧本 写到了合约当中 而真子丹的回应是 针对赵文卓 所提到的几点 提人出局 停工损失千万 幕后操作媒体等 纯属扯淡 以及不发共同声明 是赵文卓本人不同意 真子丹本人 也在各大场合表示 是自己 李耀的赵文卓 来采演的特殊身份 话里话外都是 我如此对你 你还跑遍各媒体 泼我脏水 我对你他也失望了 能说是我对他比较失望的 从头到尾 都是我请他来拍这个事 李耀邀请赵文卓 参演特殊身份 这个电影 我确实是 力排中意的 坚持用赵文卓 赵文卓的态度的是呢 找出真相 应该到底 排上事业 也要还起清白 不然没法做人了 我要面对大家 我要把事讲出来 否则我没法做人 而这件事 闹到现在 已经不是剧组 赵文卓 甄子丹三方的事了 而是两个阵营的事 从赵文卓 与剧组纠纷 到赵真骂战 都引起了大量明星战队 支持甄子丹一方 主要是以香港明星为主 其中包括 舒淇 黎明 王金 杜文泽 慧英红等等人 支持赵文卓的大部分 是内地明星 其中包括 特殊身份的女卓演 景田 还有跟赵文卓 合作过大舞当的杨幂 我不相信传闻是真的 我是站在卓哥那边的 秦岚也是在采访中 力挺赵文卓 因为我是相信他的 本身 卓哥他就很善良 因为战队这件事 后来还传言 杨幂被港圈封杀 从此再也打不进香港电影圈 而最惨的要属舒淇 因为帮真子丹说话 被网爆 网友放出大量副牙照 甚至被扒过网 舒淇不堪其找 最后清空动态到退网 还有媒体拍到 舒淇在街头痛哭 冯小刚出来帮舒淇说话 也遭到网友寻常 被刺名 护书宝 咱就是说 吵架归吵架 网爆真的不可取哈 但也正说明 当时赵真大战 已经闹得是满城风雨了 两方过着一词 也各有身边的人因此被误伤 其中甚至还卷入过一个命案 导演谈兵爆料 真子丹司机杀害赵文卓司机 2012年2月25日 真子丹的司机用招残忍杀死 曾为赵文卓开车的司机 真子丹还因此起诉了谈兵 最终胜诉获赔 只能说赵真大战的影响太大 不仅明星战队 网友们呢 也一样在混战 有黑真子丹的 有黑赵文卓的 帮赵文卓辟谣的 帮真子丹辟谣的等等 双方争论不休 后来赵文卓上了2013年的央视春晚 被网友认为略胜一筹 而真子丹这边呢 就口碑隐隐不妙 还留下了一个 做人别太真子丹的热狗 至于戏败一事 隔几年就会被人拿上来议论一波 赵真的口碑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2012年赵真大战 最后剧组换人顶替赵文卓 电影特殊身份 付出的成绩 哎呦惨不忍睹 2018年 电影《冰封侠》官方开思真子丹 列出真子丹六大罪账 直指吸霸本质 网友当然呢 是就是重提咯 真子丹口碑大损 不过 这件事的结果是真子丹胜诉 官方公开道歉 称自己是受误导 才干出这些事的 哎呦 真是个神奇的官方 赵真双方这些年 也暗暗在较劲 比如 真子丹早上踢了瓶盖 大出风头 赵文卓下午 就得来一个 一脚踢三个瓶盖的挑战 真子丹上节目 会Q一Q当年戏霸纠纷 那我理解的戏霸 不是贬义的 我觉得 我们这个艺术创作 就是要有自己的坚持 如果不能坚持 自己的想法 想做个好人太简单了 但是 就会没有办法 做出有品质 有要求的作品 戏大过天嘛 我认为我们做演员先做人 人品作品都很重要 赵文卓五届视频大火 真子丹被网友疯狂Q 真子丹演烂片 跳房拉胯 这边赵文卓上春晚 虎虎声威 又会被网友们放在一起对比 所以啊 还得是网友 当事人想忘都忘不了 但小八吃完整个戏霸 罗生门的瓜 贝贝分析一波 这次事情最大的关键点 还是从电影终极解码 到特殊身份的改变 变了电影 需要变剧本 变片酬 但最后不知道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心口不一 才引发戏霸 改剧本 偏酬对防备等一些问题呢 所以 时隔十一年 你们认为 到底谁才是戏霸呢 对不起 对不起